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公布 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升到84.6 虽然是略低市场预期的84.7 但也创一年的新高 接着跟大家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价格 做价方面就普遍较本港收市价变动不大 我们看到汇控收报港元智合报82.39 比本港收市升0.3% 中移动升超过1% 中海游升0.06% 另外中石化下跌不够1% 联通方面跌近1% 中人秀升近1% 中石油升近1% 另外和大家跟进欧洲故事方面的情况 五三大指数就是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9点 收报6649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了19点 收报9490点 巴黎契指数升39点 收报4394点 接着跟大家看看商品价格方面的情况 楼月油价做好 不移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4.6% 符合市场预期 亦是两年半以来最大的增长率 美国经济数据向好都支持油价表现 看到纽约旗油11月份升了1.01美元 收报每桶93.54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升了 没有起跌 收报是每桶97美元 至于金价方面 外为金价下跌 美国数据向好 大动美元上升 碎入了黄金的避险吸引力 金价就是步向1,200美元 这个关键支持位 纽约期金5日跌了6.5美元 收报每盎司1,215.4美元 看看美元回价方面 港元是对7.7631 五日元109.354 欧元1.2677 英镑1.6243 瑞士化囊0.9517 家元1.1159 欧元0.874 纽元0.7864 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十年期的知识率报2.530 三十年期报3.2 外围的情况到这里 交回直播室 谢谢Janet 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这一节 我们身边的嘉宾 有要财政券事务总监国师 郭Sir 郭Sir早晨 早晨 刚才都看到 外围方面 美国的GDP方面 都看到 再标两年半以来的新高 其实数字都做得非常不错 其实今次来说 都看到增长率 都去到4.2% 上升到4.6% 都创下了2011年第四季以来 最好的表现 看到GDP方面 数据越做越好 市场都继续观望 其他未来的重要数据 例如英国未来都有GDP的数据 以及美国方面 有非农就业数据等等 同时间 欧阳行未来都有个例会 美国股市方面 上星期来说 有反弹 整个星期 都是大概下跌1% 未来的表现 会否继续受数据影响 如果看到 非农就业数据等等 有改善的话 加息的步伐会否再加快 其实现在市场的焦点 是不错的 正在聚焦联储局正式 啟动加息的步伐的时间表 市场有些分歧 因为现在单单看GDP的增长 和一些相关的经济数据 美国经济的确是处于一个逐步复苏之中 不过复苏的步伐 其实不是很明显 只是最差最坏的时间 已经过去 最多是这样 加上通胀也是受控 所以没有太逼切性的加息 现在这一分钟 可以这样说 QE3已经落幕了 问题是 一直以来 在市场上注入这么多资金 在相对资金比较泛滥的情况下 率先受惠一定是金融市场 当然资产价格也升不少 美国经济一年的GDP 是14万亿美元 有72至75%来自内部消费 如果没有消费 经济根本不能增长 但在这么强的流动性下 加上美股的不断上升 其实中间是制造了很多财富 财富效应不断增生 绝对是可以刺激消费 有消费值 必然可以拉到经济增长 换句话来说 如果联储局 在明年的第二季 或者是在阻振的时间 开始启动加息 其实市场已经有共识 加息是否洪水万寿 是否这么可怕 我看未必 联邦基金利率现在是0至0.25厘 我当你加息的头期 每一次加息的步伐 若是四分一厘 例如这样 你加到1至1.25厘 这里要加一厘 一厘息 每次加四分一厘息 即是要分四次 这四次的运行 可能是九个月的时间 刚才提到通胀数字 相对比较温和 换句话来说 现在是没有迫切性加息的需要 或者简单说 如果任何加息的启动 被市场解读错了 可能会带来一个冲击 所以我不觉得 是会带来太坏的负物影响 即是说 美股已经升了不少 导致在1万7千点左右的水平 其实有些少少拉牛上树的感觉 没有他 有些人说 美股已经拉到尽力了 我觉得高台的整固在所难免 但它的形态还是逐步逐步上升 值得提及的是 由几年前的欧债危机引发灾难性下跌 导致最低见10404点 由那刻到现在为止 整个技术形态 都处于中期升浪逐沉顶的格局之中 直到现在这分钟都是如是 严格来说 只要不跌穿这条上升轨 整个美股的走势 是仍然处于逐沉顶的格局 但近期8月7月有个低位 16,333点 这个很重要 这两个是左肩和右肩 中间是头 现在是头肩底 如果不跌穿或进一步向上行 始终是上望17,791点 即会接近18,000 美股可能已经逐步退出 那个量化货币政策 但欧洲刚刚相反 刚刚开始继续量化 因为欧洲经济比美国更加差 所以现在这分钟 市场有流动性资金仍然有很多 将来更加多 谢谢郭先生和我们分析了外围市况 这一节时间先到这里 我们稍后继续跟进更多数据和焦点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